哈囉 泳哲 你好 嗨 你好 好久不見 跟我們講你那時候同軍是從國小一路到現在嗎 對啊 就是從國小然後國中高中 在中間經過轉團然後到別的閒事念書 但是就是同軍的生活或是同軍的路途都是沒有中斷的 所以你一路都在聯合嗎 也沒有 就是一開始是從 我國小是在西中國小 然後中間有去聯合 然後大學的時候去敬禮大學這樣子 在敬禮大學有參加嗎 有啊 就是敬禮大學那邊的羅戶群 這次為什麼會來服務 今年冬天啦 今年冬天也有來服務 就是想說去看看 然後就是 體驗吧 體驗看看 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歡這樣子的生活 然後你看他們表現怎麼樣 就是還是當然是跟以前 但是有在加強不然就是 或是剛開始新來然後一些神書這樣子 但是 基本上就是講過會聽 那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繼續進步 然後繼續朝 可能不一定要朝青城邁進 但可能就是繼續朝這條路上 繼續往下走 所以你看到他有像以前的你嗎 像以前的我嗎 嗯 有吧 還記得你以前專考那個樣子嗎 記得啊 當然記得啊 也是這麼深色就對了 對啊 就還是就是會對於可能考必備科 或是考那些專科商的時候還是會緊張啊 或是怕自己準備不夠 然後就是怕會不過啊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這些經驗也是有跟學弟學妹說 就是靠錄影旅行的說 因為我自己是旅行考委 旅行復考那就是會去說那 那希望他們也不要犯到一樣的錯誤 對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 你自己對學業有什麼要求 你目前大學 學業嗎 你現在有什麼科系 我現在是進行大學 然後資料科學技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系 反正就是一個跟大數據有關的科系就對了 所以是電子工程師就對了 是不是 嗯 差不多吧 如果你要這樣解釋的話 對啊 就是平常會有 這是你自己的興趣嗎 對啊 就是自己選的 對 然後 呃 給自己的期許嘛 就是 呃 正常的時間畢業 對 然後 那 那歐帕吧 所以學業對你來講 不是困難的事嗎 目前來說有一點啦 對 因為自己本來就 不是 理科的人 但本來就不是念理科的 可是我記得你一直很內向啊 所以 念這種理科的東西應該比較專長吧 比較害羞內向的事 也沒有吧 因為我以前 我在學校的話是文科方面比較好 那理科就是 對 理科就是 部分部分好 或是就是還好 但是有些部分就真的 有待加強這樣 嗯嗯嗯嗯 然後疫情對你學業有沒有影響 沒有 沒有影響 所以你上課都正常嗎 正常上課 對 然後算 雖然 台中也有疫情 但是 基本上學校上課都正常 就只是 有時候上學不太方便啦 路線規劃的關係 就是上學不太方便這樣 嗯嗯嗯嗯嗯 那畢業之後有什麼想法 馬上就業還是 還有想出國嗎 還在考慮欸 對啊 就是 還有兩年 雖然應該要開始想啦 但是 還沒有一個想法 有很多種 就是選擇 有些選擇 但是並沒有特別想要哪一個 這樣 還沒有明確就對了 對 還沒有明確 嗯嗯嗯嗯 就有講童軍 這麼多年的訓練 你覺得對你生活 或學業上有幫助嗎 一定有 我真的講一定有 那可能不是正在學業這方面 可能就是對於人際 嗯 就是講話方面吧 就是可能以前比較 過小的我 我比較內向 然後比較不敢說話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這樣子可以 在鏡頭前面 跟大家看看而談 那事實上 就是一個轉變 就是一個差別 對 好 謝謝詠澤 謝謝